方良鄉週六起連續三天大消毒 環保局結合國軍化學兵供120人並分三路 進行全鄉大消毒 雖然民眾暫時不能外出 全鄉大清消 只要民眾願意開門 就會進入加護消毒 防堵病毒 現場排名案一大早就到現場指揮作卷 排名案也透露 因為方寮鄉扶援廣大 原本預計消毒兩天也延長到三天 因為方寮鄉扶地非常遼闊 我們特別以住家戶禁為主要 同時本來兩天可以完成的 我們把它擴充到三天 因為疫情比較嚴峻 當然今天開始三天的全鄉大清消 我們也希望說在國軍的進駐 環保局清潔大隊 以及我們的鄉公所的同仁 跟清潔隊大家一起來努力 方寮鄉三座篩檢專也火力全開 為了達到更高的篩檢率 特別延長一天 十四號以後到那邊去門診陪診的相關的家屬出來採檢的從我們數字上看到才兩百兩千一百多位還有還有相當多的數的這個人數還沒出來所以我們還是提醒那未來就要自行去採檢了 潘孟安週六下午也在臉書公布好消息表示 屏東萬元擴大衰減 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三元PCR都是陰性 並請屏東鄉親持續嚴守防疫不要鬆懈 新唐亞太電視李金菊 台灣屏東採訪報導